秉持互助互望互联的精神 共创友善职场环境 请代表营造3D安全网成员宣示 请代表营造3D安全网成员宣示 郝卫市长张善政带领产官学劳四方代表 以及校外西重化区的营造业者等 共同宣示成立营造3D安全网 共同建构安全网络跟友善职场环境 以全新形态模式 让业者之间跟老建单位互相合作 希望借此降低治安风险 市长也强调3D安全网的3D有着两层寓意 第一层意义就是说在公安措施方面 从平面要扩展到立体 第二三个字英文D代表的就是 不要有危险 要谨慎 要有责任感 那么透过这个责任感跟谨慎 能够达到一个没有安全疑虑的一个工地环境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老建的新观念新做法 也就是说跳脱过去老建 然后不合格开阀的做法 透过学校的一些新观念 我们引进到工地里面来试验 让我们工地里面在接受老建的同时 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工地 引进更多的新做法 让我们工地的安全越来越好 桃园市老建处表示 营造3D安全网打破以往的老建跟开阀的方式 而是互助互惠成立联系群组分享资源 搭配工地风水师巡建 台湾值安卡数位证明 以及值安官模参访等 来达到落实值安的目标 那我们希望未来能透过这个业主跟厂商的一个 自主跟我们政府好一个互动 能够在平常都多做相关的联系 然后把安全措施做一个基础的提升 那我们老建单位呢 也会主动的提供相关的咨询 跟事前的这些虚减的工作 那让这些工地能够提早来做一些相关改善 减少这个相关劳安事件的一个发生 希望整个工地周边的这些相关的单位 能够互相的资源 然后有相关的双方的管道跟联系的方式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工地的资源 然后讯息互通 然后并减少这个公安事故的一个发生 这次特别选定小快溪重划区 作为营造3D安全网的事半场域 目前有数十个营造工地正在住业中 处长表示 未来会是小快溪施办状况 来研议扩大到捷运跟航空城等重划区办理 小快溪施是目前桃源一个新的重划的一个地区 那因为有数十个工地在开发当中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优良的职业 营造工业营造公司跟我们相关的营造厂商的一些协力 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示范 那未来包括我们的航空城的重划 航空城的一个发展 或者是未来的整个桃源市的这个相关的重划 能够有一个做一个好的一个示范 桃源小快溪营造3D安全网成力 未来会藉由产官学劳四方合作 促进四方经验交流 提升整体防灾能量 借此提升营造业安全共识 进阁落实自主管理 提升劳动力发展 带动营造业整体施工环境 提升打造桃源成为友善安全城市 记者来伟一桃源报导